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全球多國在扣入了中國製造的醫療物資以後 都說相繼中伏 最新又輪到印度 根據印度防控工作的最高領導機構 印度醫學研究理事會指出 由於中國製造的檢測試劑盒的準確度實在太低 他們已經指令印度各邦停止使用 並且要求向兩間中國公司退貨 究竟這些檢測試劑盒為準確度低成怎樣 有些印度的邦政府找來確診病人 特意去試一試它 一試便知龍與鳳 照介一試就應該知道它是陽性 誰知測極都是陰性 已經知道這批試劑盒是流的了 有些幫政府找了很多病人來試 不試便有志可 一試便發現準確率大概只有5% 摘聖杯及求神問卜還準確過用這些試劑盒 難怪印度要求退貨 到底中國方面有什麼反應呢?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每當中國製造的醫療物資出現品質問題的時候 都是由中國外交部的駐外人員出面幫忙回應 好像要捍衛自己的國體那樣 這次中國駐印度的使館怎樣回應呢? 他們的發言人說 對於印度要求退貨的決定是深表關切的 中國這兩家科技公司已經通過了中國藥監局審批 符合質量的標準要求 也通過了印度醫學研究理事會屬下機構的認證 正常應該是滿意產品 至於個別人士將中國的產品打上劣質標籤 帶著先入為主的偏見來看問題 既不公正 亦不負責任 中國首先就是掃諸歧視 掃諸偏見 中國人不知為什麼總是這麼玻璃心 當人家提出中國製造的產品有質量問題的時候 他們反過來就質疑人家的動機不良 其實你的產品到底準確率有多高 是可以通過科學來驗證得到的 這是客觀的事實 只不過你往往是掃諸一個主觀的情感 就說別人先入為主 戴有色眼鏡這些路路歧視你 這些完全是不科學的 亦都是不能夠驗證 你只不過是諸心之論 你總是覺得別人是追著你 針對著你 他提出這些問題是有偏見的 有承見的 那怎樣來談問題呢 實情一個產品有沒有問題很容易 找第三方的公證行來驗證就可以了 往往都不會這樣做 接著他就說了 就說這兩家中國公司所生產的檢測試劑盒 就是軟銷到歐洲 亞洲和拉丁美洲等多個國家 並且獲得了積極的評價 喂 那就真是糟糕了 可能這些國家其實都是蒙茶茶亂用的 哈哈哈哈 到底他們知不知道那個準確率有多高 好了 接著又來了 說中方支持印度抗疫的心意是真誠的 也都體現了在實際行動上 中國出口的醫療產品堅持質量優先 他這裏第二件事就是什麼呢 就是訴諸情感 其實只有中國的外交部和中國政府 會這麼露骨地通過文字 將情感表達出來 比如說心意是真誠的 我們是滴水之恩 湧泉以暴 你的恩情大恩大德 我們是會銘記於心的 就是用這些詞彙 實請外國極少來使用的 多謝就多謝 對不對 用不需要說得這麼隆重呢 其實也是在搞一些情感的勒索 就是說你想退貨 喂 但是我們對你的心意是真誠的 那就是讓你考慮清楚 好了 接著又再說下去 他就說 檢測試劑盒的儲存、運輸和使用都有嚴格的要求 任何未經專業人員 按照產品說明規範進行的操作 都會導致檢測準確率的偏差 這裡又訴諸別人不夠專業了 其實每次有外國政府提出中國製造的醫療物資 有品質問題的時候 中國往往都是反過來質疑別人 到底你有沒有看說明書 到底你有沒有跟著操作規範來使用 但是他們從來就不去思考一下 到底用不需要拿幾件樣品回去進行這個測試呢 到底是不是真的自家生產的物品出現了質量的問題呢 永遠都不會這樣做 報求就是可以不用退貨 那就最好了 中國這一種由國家機關代替商業機構出面辯護的方法 當然就是很有問題 你作為一個中國外交部的駐外機構 誰知道這些中國公司到底生產的東西 是不是下乎要求呢 你沒理由第一時間就先幫他辯護 應該是拿去驗證一下 若然有問題就拿去換 沒問題的你才博人都未遲 就不像現在這樣 你很難去建立一個品牌 比如說Made in Japan 每個人都知道日本製造的東西就是品質保證 尤其是那些電器還非常耐用 好了 Made in China又怎樣呢 很多人都會覺得價錢真的夠便宜 只不過那些品質就流過劉剛華 而且還有很多藝務貨品 你要在國際市場那裡立足 你不能夠長期走這個低檔次的路線 就住中國生產的醫療產品品質問題 就是白宮貿易顧問Peter Navarro 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 就作了一場隔空的罵戰 到底他們說什麼呢 Peter Navarro就說 美國是不能夠引進中國製造的檢測試劑盒 因為這些試劑盒品質低落 甚至有些是偽造品 對於防疫的工作來說 具有非常大的破壞性 他還說 中國是從這場全球大流行疫情當中 謀取暴力 好了 耿爽當然聽到這樣 又不妥當 又批評了 他就說 Peter Navarro一貫都是謊話連篇 毫無誠信 他曾經在多報書裡 引用了一個所謂專業人士的言論 來批評和攻擊中國 後來連他自己都公開承認 這個人是虛構出來的 令到國際社會大跌眼鏡 感到震驚 所以同一道理 現在他所說的話 全部都是謀話來的 是謬論來的 完全都是虛構的 喂 他在之前所作所為 和他現在所說的批評 在邏輯上沒有關聯 在邏輯上 對吧 還有的就是 難道全世界這麼多個國家 都是合起來一起冤禮中國 他們買了中國製造的口罩 或者是試劑回去 就發現那些品質是有問題的 而且就不止一個國家 單一國家 你都可能說他對中國是有偏見有成見 所以在亂說 喂 這麼多個國家買回去之後 都會說有問題 那到底你又有沒有檢討一下呢 喂 曾國藩都說 吾日三省吾身 那到底中國又有沒有檢討一下 喂 自家生產的那些產品 是不是真的在質素上出現了問題呢 Peter Navarro指控中國 藉著這場全球大流行 來謀取暴利 那有沒有謀取暴利呢 我就不知道了 只不過 中國政府 你是有責任來去確保得到 你出口去外國的醫療物資 是一定要合乎規格才行的 不是合乎你自己國內的規格 你還要合乎你出口國家的規格才行的 如果不是 根本上就是找自己品 一來 那些外國政府就會說你的產品是不合規格的 就要求你退貨了 那就更麻煩 第二樣東西 你賺了別人頭一泡水的時候 別人發現你的產品質量有問題 第二次不再買了 那你怎麼長久地建立Made in China這個品牌呢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他怎麼想的 一味就找個外交部駐外機構出來 就去大聲甲惡地反駁別人 有鬼用嗎 別人下次可以不光顧 接著就說說法國方面的消息 法國共和黨副主席柏爾帖 昨天在國民議會當中提案 希望成立一個國際衛生法庭 追究中國和世衛組織 在今次全球大流行疫情當中的責任 柏爾帖說 人民是有權知道 為什麼中國和世衛組織要說謊 他就狠批世衛組織擁有七千名僱員 每年的預算超過六十億美元 但是就好像英武學舌一樣 一味重複中國的論調 因此他就想了解一下 到底這個國家或者組織 是犯下了什麼錯誤 這個法國共和黨 其實在國民議會 逆跡眾議院當中 他們就是最大的反對派 目前法國的總統就是馬克龍 馬克龍就是屬於另一個政黨 好了 共和黨在參議院當中 他才是多數派 在這個眾議院當中 國民議會當中就是少數派 到底能不能夠說服馬克龍的政黨 來支持他 我覺得機會就不太大 因為馬克龍根本上 現在好像軟皮蛇一樣 對於中國的追責 他就不太積極 他就說要等到疫情過後才搞 疫情過後可能又不了了之 所以法國共和黨 在國民議會提出這個議案 我不是太樂觀的 如果通過了 那就更加好 若然未能通過的話 也是意料之中 其實柏爾帖還提出了一個建議 就是希望法國政府 能夠以聯合國安理會 常任理事國的角色 呼籲其他盟友 展開調查和審查 他也建議這個國際衛生法庭 可以比照荷蘭海牙成立的 國際刑事法院的模式 如果是搞得成的話 肯定就有很多國家去追責和索賠 只不過 到底能否過得到法國執政黨的一關 我就覺得不太樂觀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